今天我们国民党需要的是大家能够团结圣定 总不至于说骂完马英九之后要来骂主力文马 第一件事情我从7月15号当天跟韩市长见面 就已经表达非常清楚八个字 2020我一定帮忙不要为止 这个我已经重述过非常多次 韩市长也很清楚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用一个不存在的事情一直来攻击朱立伦 或攻击韩国瑜市长 那我们的沟通管道很顺畅 包括昨天韩市长也跟我通过电话 互道中求快乐 所以用媒体犯话造成双方的困扰 或者造成现阶段国民党任何的纷扰 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因为目前国民党最需要的就是团结胜选 那我们大家能够团结胜选是最重要的 我跟韩国瑜市长中间这段时间7月15号见面 我们两个都讲得很清楚 然后7月底的全代会 我也有参加跟韩市长一起 我们大家为韩市长加油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美国回来 去日本之前也跟韩市长通了电话 我们谈的事包括对美关系 还有怎么样能够大家能够团结胜选 昨天就是互到中秋 所以大家所提到的 这些都是没有存在的 也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没有存在没有发生的事情 来造成韩市长的困扰 造成来攻击朱立伦 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 今天我们国民党需要的是 大家能够团结胜定 总不至于说 骂完马英九之后要来骂朱立伦吧